脑中风的前兆有什么症状? 中蟒,神经外科,副主任医师 脑中风呢,是老百姓常常理解的概念 也是中医上的概念 在我们西医上往往认为脑中风 包括初血型中风和缺血型中风 那么来说,缺血型足中或者脑中风的前提表现是什么? 往往来说,我们往往认为是 如果说你出现了哪些表现 我们认为你可能是得了脑中风呢 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在临床上,如果说怀疑一个人出现了脑中风 他的表现往往表现为 咦,这个人嘴歪了,脸斜了,出现身舌偏 或者说这人出现遗嘴呛壳 出现剧烈的头痛,呕吐 而且可能会出现依色肢体活动不好 出现肢体偏瘫,出现肢体麻木 这些往往都是足中的症状 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这时候你要看这患者以前有啥病 如果血压高,你要积极地给他口服药物降压 如果说患者恶心呕吐明显 你要给他摆一个侧卧位,小心误息 如果说患者已经出现了昏迷的症状 你也要给患者摆一个侧卧位 积极地,然后拨打120 然后进行早期的治疗,明确一下出血原因 专家提示 一 西医认为,脑中风包括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促重 二 表现为患者嘴歪,脸血 出现伸舌偏或出现饮水嗆壳 剧烈的头痛,呕吐 而且可能会出现一侧肢体活动不好 肢体偏瘫,麻木 三 血压高积极口服药物降压,恶心呕吐 明显要给患者摆侧位小心误息 四 如果患者已经出现昏迷的症状 要给患者摆侧卧位 然后拨打120 早期治疗明确出血原因 明显